那天你去我屋里边的时候 是不是说你老在那儿睡 潮湿 腰疼 我给你码了张小窗 去看看你喜欢吗 不是 你是打算让我在这儿 一直住下去了 我们俩一毕业就结婚了 一结婚就生孩子 他一天班也没上 我们要去上班了 我跟你学的一样的专业 受的一样的教育 为什么一说到工作 就得以你为主 你我为主呢 现在如果一个男人 会回家里带孩子 你能对别人 凑破心的烟绳 人家都是全职妈妈 我是全亲妈妈 我从来没有因为孩子的事情 去别人成全 别催了 我这就过来 咱俩绝不屈从 你社会的固有的女人 就会不会 我不滚呢 是因为我想生自己的 你不滚 纯纯的就是因为 抠 对于大部分女人来说 事业 家庭 他只能二选一 老公 他是谁 我知道我们的婚姻出了问题 你为什么不能站在我的角度 替我想一想 如果咱们两个人中间 要有一个人为家庭多付出 那这个人必须是我 但是你的世界不是我的 我想解脱 让咱们两个过上自己逍遥的生活 反正我们的人生规划也已经就不一样了 就封开吧 我不可以再这么下车了 我要拿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 我相信未来一定有一个人在等着我 我们结婚了 我想娶你 我就已娶婚姻 能那么可怕吗 我受不了她的自己认识 但也爱她的自省光芒 那些让我恨不得掐死她的东西 恰恰也让我忍不住地去抢 那个 晚上 你睡那小屋里热不热啊 我热啊 那我明天给你买个风扇